這邊北風在截隊 阿咧 不過北風海底有劍 但是東風沒人拿 越南進到了1萬 這邊3、4萬都是強隊 那怎麼篩選 或者是直接打1、2萬嗎 他可能想打三餅 這一搭不好 其實二五秉這搭 在他手排看起來是還不錯的一搭 去拆這個有點 不是那麼好 而且你看他的腕子 其實他的腕子3、4萬代6 全部都是強碰 那如果以這樣來講的話 打1、2萬是不是3萬砍張 還可以期待這個桶子 對啊 也是可以打1萬 OK 不過就看選手們的視角 因為其實排局還早的情況之下 你沒有線索可以尋找腕子的話 比較辛苦 好 條子靠到 摸到這6條還不錯 光位的6條是有機會打下來的 嗯 排剩不多 東北非常的好 紅雀屏是2斤吧 我看一下 對 這邊再碰 這個碰要打什麼 那你就打4條 對啊 因為剛剛這個6條 這真的有差啦 所以 你看你現在打了4條 他就會發現 欸我還是要6、9條 本來就是啊 對啊 喔 一進聽 動牌之後 東北 射 沒中 靠屏哥 在租誰 5萬碰天啊 強勢進攻啊 但是怎麼掉 好 一四萬抓這麼多 好 選擇打2萬 但是一四萬沒有四萬了欸 有沒有 唉唷 西風 雀屏這邊是只剩下一張4萬吧 我看一下 剩一張4萬 對 鵬哥說 育人受到腦波攻擊 這邊有腦電流嗎 對 剛剛這個6條比較 真的是 但是這個七屏 現在要想看 能不能下囉 因為餅子 有動過牌 喔 七條 還有牌了14萬 唉唷 要改良嗎 五萬要不要槓 還是要打四萬 去掉牌 三六萬 六萬上家已經碰斷了 還是選擇 掉這個絕張 這邊碰起來了四萬 碰聽沒錯 但是碰聽下什麼 七餅 只能下七餅 對 但是這個聽口就沒有那麼好了 這個三萬從一早開始 其實就砍上了 他稍微觀察一下 其實這個七餅應該還可以 就是防光衛這一家而已 嗯 但是東北還有牌 到底 東北還是三張啊 依舊沒有少啊 建民哥快要把那個麻將力戳破了 七條跟打 七條跟打 光衛這邊 一盡聽 哇 但是他的一盡聽 下車了 一四萬很辛苦 哇 芋仁太強了 這一把 哇 這把真的是 這一把 我打的話我一定不會自摸 對哇 這一把超不可思議的啦 哇 哇 芋仁厲害啊 這一把 對 恭喜芋仁喔 哇 看他心情膽掉了 哇 六條定坎 去聽這個八條跟三萬對倒 竟然自摸八條 但是他前期的這個六條的選擇 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麼 不過 我覺得百分之九十的機率 很多選手會動到這一張牌 應該可能不止九十喔 哈哈哈哈 我講低了 你還要講高一點 沒有啦 因為 芋仁這個直播 畢竟他可以看回放 是 我是給他一些建議 對